欸呦 我是達爾 很久沒有回來了 那今天呢 要繼續接續我的 鬼故事囉 今天要帶來的故事叫做 4點44分 這個故事大概發生在 距今七年前 那個時候我是大二的年紀 然後呢 要幫大一的新生 要舉辦這個 營心速營 那我們在陽明山 陽明山的中間有個地方叫做 福音園 它就是一個可以拿來舉辦烤肉啊 速營啊 一個很大的室外活動場 我就坐公車到半山腰就下來了 結果不小心 下錯站了 提早下了一站 那我想說也沒關係嘛 反正才差一站我就用走路了 那時候可能心情沒有很好 可能在想一些 負能量的事情 難過的啊 生氣的啊 諸如此類的一些 負面能量的事情 OK 然後呢 我就很正常的 到了福音園簽完了合約 談完了時間租借場地 我就離開了 晚上回家睡覺的時候呢 我又被鬼壓床了 我又被鬼壓床了 那有看到前面幾集的人都知道 其實我非常常被鬼壓床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也習慣了 我想說好沒關係 就是被壓嘛 好 那我們就老方法 一二三 做起來 今天晚上又順利的度過了的感覺 然後就拿手機一看 4點44分 哇 真是一個 讓人不舒服的時間點啊 OK 我就沒有想那麼多 手機就是放著 我就繼續睡了 隔天該忙什麼忙什麼 該過什麼過什麼 就正常作業完畢之後 晚上睡覺 一樣的感覺又回來了 再度被壓 我沒有聽到任何聲音 也沒有看到什麼畫面 只有覺得說 啊 就是有一股很重很重的力量壓著 很像睡眠癱瘓的樣子 啊 不能動 不能動 哇 所以其實 真的還好 OK 然後我又起來了 我的手機 拿起來看 4點44分 哇 連續兩天 那個時候我就毛了 很毛 騎滿雞皮疙瘩 我覺得 有沒有這麼巧 那這件事情 我發現它不是一個 單一事件了 它連續發生了兩天 然後又是這樣的巧合 就真的很毛 所以我就去了 行天宮 因為我家裡面拜關公的 我們家有一個神桌 然後呢 呃 拜著關公和祖先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家 從小到大都在拜關公 那行天宮呢 其實最主要也是拜關聖帝君的 對 我就去了行天宮 拜了一個拜 求了一個平安福 OK 晚上睡覺的時候 很順利 沒有錯 沒有被壓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醒來了 突然睡醒了 那個感覺不像是被叫起來的 也感覺不像是 睡飽了 什麼都不是 就突然醒 我看了一下我的手機 四點四十四分 太毛了 我毛爆了 我太不舒服了 OK 所以呢 隔天我就又加強了一輪 拜拜又加強了一輪 很多很多動作 最後一天 也就是第四天 我連續四天都是這樣的狀態 OK 第四天一樣 又是四點四十四分準時起來 而且我還故意想說 哇 我不要讓這件事情來搞我 OK 我就故意睡一下 我就等 已經醒了 睡不著 閉著眼睛在那邊晃 在那邊等 OK 我覺得我心裡面的時間 應該過了差不多五分鐘 十分鐘了吧 起來瞄一下時間 四點四十四分 Shit Shit 感覺超差的 超級差 OK 我就受不了 我就爬起來去找我爸 他的床邊跟他說 我真的受不了了 連續四天四點四十四分起床 救我 我被壓得很難過 很不好受 我爸不疾不虛的 帶我去我們家的神桌 然後呢 上了一個箱 念念有詞 之後呢 叫我睡在那個沙發上 那時候是夏天嘛 然後 很快 因為四點四十四之後過沒幾分鐘 就五點多就天亮 我就躺在沙發上 我就看著那個 天色從全黑到慢慢亮起來 毫無睡意 然後 我每當我覺得我要閉起眼睛 我要睡著的那一刻 又有一種靈魂抽離 一種飄飄的感覺 或者是有一種 睡眠癱瘓的一種麻麻的感覺 說什麼都 然後 不想讓進入那個 被在 正在被壓的狀態 所以就一直在掙扎 一直在掙扎 然後 很 突然的 就進入了一個夢 大家都知道其實做夢這件事情 它 每個晚上都會發生個幾次 那你通常只會記得 離你清醒的時候 最近的那個夢 那我當時的狀況很特別 感覺好像是 一睡著 立刻開始做夢 而且立刻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 那個時候神桌在這裡 然後 這邊 我們這邊是一個L型沙發 所以呢 這邊 所以在我面前這條是長的L型沙發 這邊還有一個 橫的比較短的沙發 這邊就是神桌了 然後我躺在橫的沙發上 就是這樣子 躺在這個橫的沙發上這樣睡 突然 立刻進入夢鄉的時候 神桌的那個位置 不知道為什麼 就變成了一張單人的沙發 然後呢 上面坐著一個 鬍子很長的男人 可是他就 好像彷彿有現代化過 他帶著一頂橘色的鴨舌帽 穿了一個背心 然後呢 喝著一杯飲料 在滑手機 而且是智慧型手機 很特別 旁邊呢 就有一個看起來稍微黏滋嫩一點的 一樣帶著 跟他一樣的一個穿著 橘色的帽子 橘色的背心 彷彿很像是一種抓蟲大隊 你在家裡面找來找去 到處拍照拍照什麼的 我做起我的身子後 這個大鬍子的男人就突然問我說 你還好嗎 然後我就回他說 我感覺看看 我就閉起眼睛 然後突然就有一種被壓的感覺 我就趕快掙脫這個感覺 我就說 一點都不好 非常不好 然後他就遞了一杯花草茶給我 跟我說 把它喝了 會稍微好一點 OK 我就邊喝 邊看他在幹嘛 他就繼續在滑手機 我喝了一口 把它放下來 然後我就問他說 所以我的狀況是什麼 我覺得他會知道 然後他就跟我說 喔 你被一個女的跟著 我還有存他的照片喔 你要不要看 講完這句話之後 他就把他的手機畫面給我看 我嚇到我就不敢 我就說 喔不要不要不要 然後講完之後 再露出一點點這樣子看 然後到他一點點看之後 我看到的是一個 很像雪花頻道拼湊的 一個女生 劈頭散髮 頭髮蓋著 蓋住臉了 我也看不太到 那個時候我就 一瞄到那個畫面 我就立刻蓋起來 就不敢看了 然後他看到我這樣 他就把手機收起來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很 調皮 他喜歡在我面前表演 吞東西 他問我說 你最近有沒有什麼東西不見 OK 那個時候我的學生證不見了 而且我學生證是一直放在錢包裡面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突然從我手機承包裡面蒸發 但這個沒什麼可靠的 我就當他是巧合好了 對 然後 他就是有一個 在我腦海裡面 一直揮斥不絮一個畫面 因為我看不到他 可是他卻在我面前表演 吞東西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表演 就是 嘴巴到底打到多開 哪東西 然後 我不知道 不敢多問 他給我看完之後 他就最後只說了一句話說 以後回到家就多拜拜 因為我們家的神桌 就是有拜一尊 關聖帝君跟祖先 對 他就是叫我多拜拜 OK 講完了之後呢 我就看到 我的右手邊那邊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多了一個 延伸的陽台 其實在我家的正常格局裡面 沒有這個地方 那在我夢裡面 就多了一個展出的陽台 然後外面有很多盆栽 那我媽就在外面呢 去嬌嬌花 弄弄盆栽這樣子 然後看過去是非常強的 白色的強光 這個大鬍子的男人就跟我說 你可以去幫幫你嗎 然後呢 我就起身 走向那個陽台 打開了那個門 我的腳準備要跨出去的那個沙拉 不行 我講到全身雞皮疙瘩 我醒來那個沙拉我就不敢動 我連眼睛都不敢張開 然後全身在倒冷汗 過了差不多五分鐘吧 我才敢把腳放下去 然後身體打直 我就坐在沙發上 又坐了五分鐘 腦海裡一堆畫面 都是剛剛的畫面 歷歷在目 那一點都不像夢 OK 然後我就起來了 走到聖桌旁邊 拿了那個 把杯用的那個杯啊 然後呢 我就 問關聖帝君說 剛剛我有 做了一個夢 那請問是不是 關聖帝君給我的騎士 丟 行飛 好 我再問一模一樣的問題 行飛 OK 我再問祖先一模一樣的問題 我總共為了四遍 都是 沒得韓扣的行飛 沒有那種翻來翻去 然後在那邊搖擺不定 都是行飛行飛行飛 那刻我就 哇 OK 不得不信 不得不信 然後就把它不會放回去 從那一刻起 我覺得 我就 又更相信關公了一點 OK 這是我的信仰 個人信仰問題 從那一次之後 我幾乎就沒什麼再被壓過 對 還是 還是多多少少有 但是很少很少 那比例可能降到十分之一了 那也是從那天起之後 我覺得 我的氣場變得稍微好一些了 對 那雖然大家都看到我黑眼圈 但是黑眼圈其實是過敏性體質 跟我體虛無關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到這邊啦 也2020年啦 那就是 今年呢 我也是正式的打算要重啟我的頻道了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 新的作品 新的風格 新的達爾 呈現給大家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繼續追回來我的頻道 OK 過了一整年沒講了 但是應該還是可以啦 我是達爾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 不行再一次 我是達爾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分享 如果是Youtube的朋友的話記得訂閱 我是達爾 下次見 掰掰